又有事 双双 是我 累不累 以前总是问你开不开心 幸不幸福 但到了今天才想起来 应该关注你的感受 之前我总觉得 把一切安排妥当 就能让你开心幸福 到底是我结婚 还是你妈结婚 当然是咱俩结婚 但是我妈说的 也是为咱俩好 而且我妈还是说了 你妈说 你妈说 你这么喜欢听你妈的话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总是觉得 是这个讨厌的婚礼 让你变得压力特别大 总觉得两个人熬一熬 挺一挺就过去了 再高点 再高点 没事吧 宝贝 我又是 你可是我怕水了 你别碰我 我以为婚礼只是一个行事 是为了给父母办的 咱在这儿放个大电视 八十五寸 我错了 我全都错了 我总觉得 站在了你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总觉得各种方法 已经照顾了你的感受 可我真的没想到 我会做得这么长 对不起 对不起 莎莎 我还一直觉得 我做好了给你一个家的准 倒往今天才明白 什么才是家 我感受到小云和妈妈 在你结婚的 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 让你非常的烦问和苦恼 而这种心情 让你很难看到小云和妈妈的感受 但我相信 会做到今天 你应该是爱小云的 莎莎 能不能试一试 想象你是她 此刻小云是什么心情呢 是不是也跟你一样 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的苦 养育自己疼爱自己的妈妈 为了婚礼忙前忙后 却不被你的爱人理解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傻你了 我傻你了 小云对不起 是我太任性了 我应该提到你和妈妈的用心 没关系 出来了他们 出来了 贺老师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居然有办法 让康子元不跟我讲道理 这事其实功劳不在于我 没什么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吧 我还等着喝你们洗酒呢 贺老师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我房间正好还有一套备用礼服 你要不要换上 不用了不用麻烦 那去我房间吹一下吧 不然太湿了 对啊 要不吹一下 去换一下我给你 是啊 贺老师 去吧 我自己来就好 行 那我们就先过去吧 谢谢我们要等着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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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没信号 没电话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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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